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理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宇 禅宇拜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民间好像都有这么一个传统 亲人过世以后要做妻 也就是披麻戴孝 早晚共寺 总共七七四十九天 之后亡魂才能够得以安宁 转世投胎 那么当一个人死后的这四十九天里 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雷蒙德·A.穆迪博士 在研究过一百五十个 濒死体验者的案例后 试图为人们揭开死亡真相 从他的研究中得到结果 人死后大致会经历以下过程 一 亲耳听到医生 或是在场的其他人 明确宣告自己的死亡 此时 整个人会感觉到生理的衰竭达到极限 二 这些侥幸脱离死亡的人 初期有一种平和安详 令人愉悦的感受 在一扇而过的疼痛后 会发觉自己悬浮在一个黑暗的维度里 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最舒服的感觉将人包围 三 之后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既像是一种不知名的曲调 又像是很多人在耳边窃窃私语 之后 会被突然拉入一个没有空气的原住体空间 在感觉上像一种过渡地带 一边是现实 一边是抑郁 此时灵魂已经和肉体分离 没有人能听到他们说话 时间的概念也消失了 有人回忆说 在那段时间里 他曾反复出入自己的肉体 并试着和他人说话 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四 感官在这种灵魂状态下 会变得异常灵敏 而且看到很多未知的景象 所有感官都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增强 在这之后 会出现强烈的孤独感 就像上帝视角一样 俯视着这个世界 五 再往后 周围会出现其他的灵魂 这些灵魂是来协助 他们安然过渡到亡灵国度 或者告诉他们 丧钟还未敲响 他们还得回去再待一段时间 六 在死亡体验的最后时刻 他们都感受到了某种人性的亮光 非常明确的人性 所有参与研究的人 都使用了这个单词 这个时候 灵魂状态会对一生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 一幕接着一幕 按时间顺序移动 并且伴随着画面 当时的一些感觉和情感 都得以清晰地重新体验 最后灵魂会达到某种边界之类的东西 阻隔灵魂到达另一个地方 关于边界有很多种表述 一滩水 一团烟雾 一扇门 一道旷野中的篱笆 或者是一条线 如果无法通过这道边界 灵魂就必须回来 然而这种回来的意识并不强烈 甚至十分排斥 加入遇上光的存在 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 随后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下 灵魂就真的回来了 这个过程很难用语言来进行准确描述 所有参与研究的人都表示 自己感受到了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召唤 这种召唤甚至在部分人还活着的时候 就有所预感 历史上一些名人 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死亡征兆 琼布拉特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 曾透露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在遇刺前 明显感觉到死亡之神正向他们逼近 他表示他永远都忘不了 哈里里对他说的那句话 该来的终于来了 米沃可能再劫难逃 结果几天之后 2月14日下午1点左右 由四辆豪华轿车和护卫吉普车 组成的哈里里车队 通过圣乔治饭店前十 发生剧烈爆炸 刹那间 哈里里乘坐的汽车 已经置身于一片火海 2000年 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后 遇难的海军军官 科列斯尼科夫的妻子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泪流满面地说 不知为什么 我的丈夫似乎预感到了死亡 就在他踏上 死亡之行前不久 他悄悄地给我写了一首 凄凉的诀别诗 其中最不祥的几句 是这样写的 虽然我真的不愿意想到死亡 可当死亡的时刻 即将来临的时候 我真想悄悄对你说 亲爱的 爱你到永远 就在科列斯科夫 悄悄将信留在家中几天后 核潜艇沉没了 这封信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我们之所以对死亡恐惧 正是因为我们对死亡之后的世界 一无所知 人类科学的历史刚刚三百年 就像出生的婴儿般 远远无法让我们更深地 解释这个世界 马丁安米尤于1953年12月26日 出生于缅甸中部的塔门村 虽然他很晚才会说话 但是在四岁时便开始说出自己前世的事 他一再强调自己前世是在缅甸战死的日本士兵 所以频频向父母吵着要回到日本 一位年仅四岁的异国小女孩 应该不会知道日本的存在 他告诉自己的父母 他的前世是日本军队中的火夫 有一天 当他正在山上用木材煮饭时 突然飞来一架飞机 这座山就在小女孩家附近75公尺的地方 飞机驾驶员对着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 他拼命地逃向山里 但子弹却射中了他的鼠七步 使他当场死亡 而他在日本还有五个小孩 所以他对自己的死无法瞑目 研究者对小女孩的叙述之所以如此重视 有以下几大因素 一是这个女孩的前世记忆相当清晰 而女孩每当有飞机飞过她家时 都会发出异常的尖叫声 如果父亲骂她 她就会说 我是被飞机打死的 另外 小女孩对缅甸辛辣食物很讨厌 只喜欢甜食 至于衣服方面 也不喜欢穿着小女孩的服装 而只要穿男孩的衣服 并且缠着父亲为她买枪类的玩具 而且长于其胸玩军队游戏 另一个可说是具有决定性的证据是 小女孩出生时 在性际部位 有一茶褐色 如拇指般大小的伤口 当有人摸到此伤口时 她就会感到疼痛 而此伤口一直到两三岁时才好 据小女孩自己说 当她前世为日本兵时 就是被打中此部位而死的 对于这个小女孩的研究 当时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因为如果可以确定小女孩 和死亡的日本兵的联系 就能证明 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存在 人死后 并非像人们所说的 尘归尘 土归土 而是去到了一个 我们暂时无法理解的地方 如果你是鬼魅的忠粉 那么你一定还记得 我曾经推送过这样一篇文章 波兰著名画家 摄影师 贝克辛基斯 于1926年2月24日 生于波兰 1998年 她发生了一次事故 那次事故 让她心脏停顿了15分钟 当心脏恢复活动后 她变成了植物人 一年后的12月 她突然苏醒 而且身体全部机能奇迹般康复 出院后 她开始创造各种 常人无法理解的画作 据她自己所说 她所画的 都是她在游历地狱和天堂时的 所见所闻 贝克辛基斯的画作 首度揭秘了死亡之后的世界 震惊了整个世界 所有人在看完她的画作后 都不有感慨 难道人死后 真的有另一个奇幻世界 在等着我们 至于她的死亡 也至今都笼罩在恐惧的迷雾中 2005年2月22日 在即将76岁生日的前两天 贝克辛基斯在华沙的公寓被人杀害 死前身中十几刀 警方原本已经锁定了两名嫌犯 他的一个画家朋友的儿子 却突然站出来 认罪声称是自己杀了他 然而直到案件判决 那个画家朋友的儿子 都没有说出杀害他的原因 有传闻说 那名画家朋友的儿子 是收到了死神的旨意 来带走偶然从地狱返回人间的灵魂 看了这些例子 你对人死后灵魂在做什么 有了足够的了解吗 如果有更多的事例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 造诣众生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宇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